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脑补君 霍金被称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 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黑洞 在黑洞和宇宙起源方面的研究而闻名于世 相信很多人对黑洞都比较熟悉 黑洞在很早的时候就被科学家提出来了 在1783年的时候 一位叫做米歇尔的英国业余天文爱好者 给当时著名的卡文迪许写了一封写 信中他认为宇宙中存在一种质量足够大 而且导致完全黑暗 连光线都无法从表面逃走的星星 将其称为是暗星 后来到了1799年的时候 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出版了天体力学的第一版 到了1916年的时候 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中预演了一种天体 当这个天体的质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连光都无法逃离 由于这个天体的引力太过于极端 所有连爱因斯坦本人当时都不相信黑洞的存在 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发表的童年 德国物理学家卡尔什瓦西 给出了关于黑洞的引力场方程的第一个精确解 这个解表明 如果将大量的物质集中在空间一点时 其周围会产生奇异的现象 即在质点周围存在一个界面世界 一旦进入这个界面 即使光也无法逃离 后来这种不可思议的天体被美国科学家约翰 阿切伯尔德惠勒称为是黑洞 黑洞是目前人类在宇宙中发现的引力最大的天体 它能够吞噬一切物质 任何进入黑洞世界范围内的物质 都会被黑洞的引力吞噬 连光都无法逃离黑洞的引力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得出 黑洞是由恒星死亡以后形成的 一般来说 质量小的恒星死亡以后会变成白矮星 中等质量的恒星死亡以后会变成中子星 超大质量的黑洞死亡以后会变成黑洞 黑洞之所以神秘 就是因为我们无法真正的看到它 著名的物理学家霍金认为 黑洞并不是永恒的 它也会随着霍金辐射的蒸发而灭亡 在上世纪70年代初 霍金证明了面积不减定理 指出当黑洞形成以后 随着时间演化 黑洞的世界表面积总是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 在面积不减定理提出后的第二年 美国物理学家惠瑞的一个博士研究生贝肯斯坦 就注意到他的理论 并指出面积不减定理跟热力学第二定律 伤增定律非常类似 伤增定律指的是 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 热量总是从高温物体流向低温物体 过程是不可逆的 贝肯斯坦认为黑洞表面的积就是黑洞的伤 不过霍金却不认同这个说法 他指出如果黑洞有伤的话 那么它就应该会产生热辐射 但是很明显黑洞不会产生任何辐射 这是广义相对论中所不允许的 按照广义相对论 黑洞内部是高度有蓄地 对于一个静态球对称黑洞 没有自转和没有再吸食物质的黑洞 它的世界里应该只有一个无限压缩的起点 和一个空无一物的真空 这和热力学第二定律明显不符 之后霍金通过严格的计算证明 黑洞真的会产生辐射 在1975年 著名的物理学家霍金发表了震惊世界的理论 如果将量子论考虑在内 黑洞将有可能蒸发 在霍金辐射的影响下 包括光子 中微子以及一定程度上 不同种类的粒子发出微弱的光芒 在黑洞的世界边缘 虚粒子不断被创造出来 无处不在 粒子一般以成对的形式出现粒子 反粒子对 并很快碰撞香消 但是在黑洞的世界边缘 虚粒子香消之前 有可能一个会坠入黑洞 另一个逃离从而产生霍金辐射 霍金认为 当虚拟粒子出现在黑洞世界边缘时 可能会出现四种情况 一 虚粒子对正常烟灭 二 两个虚粒子同时被黑洞吞噬 三 负虚粒子被黑洞吞噬 正虚粒子逃离 四 正虚粒子被黑洞吞噬 负虚粒子逃离 根据霍金计算得出 在这四种情况下 第三种情况出现的概率是最大的 而负虚粒子携带了负能量 因此在黑洞吞噬负虚粒子之后 它的能量就减少了 而这种机制被称为是霍金辐射 霍金除了在黑洞方面研究颇深之外 他还写了一本时间简史 在科学界的地位非常高 霍金的一生非常值得人敬佩 霍金在十几岁之前 成绩一直都是很好的 而且身体也很健康 当时有很多人将他称为是小爱因斯坦 但是在霍金21岁的时候 查出自己患有肌萎缩性脊髓厕硬化症 简单来说就是剑动人 生病之后 他的行为越来越慢 身体也开始出现了瘫痪的症状 在牛洞大学的最后一年 他已经连走路都不稳了 到了剑桥之后 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持续恶化 讲话都变得非常模糊 当时有很多医生断言 霍金的生命只剩下两年左右的时间了 最后连写字都逐渐丧失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普通人身上 可能很多人都会自爆自己 但是霍金没有向命运低头 他开始每天保持思维高度运转 思考如何不用说话写字 也许是天才的努力打动了死神 霍金不仅仅活到了30岁 还在31岁这一年提出了著名的黑洞辐射 霍金是一位无神论者 他曾经说 如果上帝真的存在 那么他是一个非常喜欢隐藏的上帝 虽然这只是一句玩笑 但是也代表着他对无神论的坚持 在人类科技发展的道路上 出现了很多伟大的物理学家 一些物理学家在晚年的时候都开始相信神学 比如说牛顿 牛顿在物理学上的贡献 可以说无人能及 但牛顿也是一位虔诚的信徒在他的著作中 牛顿经常圣经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牛顿不仅仅在天文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数学 力学等多个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除了牛顿之外 还有一位科学家在晚年的时候也开始研究神学 他就是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是唯一一个能够和牛顿媲美的物理学家 1905年被称为是爱因斯坦奇迹年 在这一年内他发表了四篇论文提出了四个突破性理论 撼动了整个世界 在1905年的6月他发表了一篇关于光电效应的论文 证明了当光线照射在不同的金属上会发射出电子 这一理论奠定了量子力学的基础 解开了原子的奥秘 在1922年的时候 爱因斯坦凭借光电效应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时隔一个月他又发表了布朗运动的论文 为流体中粒子的随机运动提供了一个公式 在同年9月份著名的侠义相对论问世 在11月份他在侠义相对论的基础上 推道出了一等于密克开来的二 解释了物质的能力和质量的关系 爱因斯坦以一级之力推翻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 牛顿对于时空的理解是绝对的 他认为时间空间参照物都是绝对的 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而爱因斯坦认为 时间和空间都是一体的 他们能够相互影响 而最终的事实证明 爱因斯坦的理论是对的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奠定了他在科学界的地位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如果我不提出狭义相对论 五年以后也会提出狭义相对论 如果我不提出广义相对论 五十年内都不会有人提出 不过爱因斯坦在晚年的时候 也开始研究神学 在医院的时候 爱因斯坦写了一本回忆录 上面的大概内容是 上帝创造了我们的宇宙 上帝控制了我们的宇宙 虽然我们不知道 爱因斯坦眼中的上帝到底是什么 但是科学家眼中的上帝 或许和我们所认知的上帝 是有区别的 其他物理学家多多少少 对上帝还有一些相信 但是霍金坚信上帝不存在 他在时间检验室中这样写道 因为有万有引力这样的法则 所以宇宙能够无中生有自发生成 可以解释宇宙为什么存在 我们为什么存在 不必去祈求上帝点燃导火线 来启动宇宙的运行 霍金的时间 简史主要从三部分入手 第一部分 讲述人类对宇宙认知的历史 第二部分 讲述物理学发展的历史 第三部分 就是对黑洞的研究和理解 在这本创作中 最重要的话题就是相对论 以及有关时间和空间的概念 时间简史 从科学和物理学的角度提供了对于 维相主义和本体论之间的讨论的新视角 随着时间的体验被分析和理解 以及新科学概念增加了本体哲学思考 对于时间的看法 也逐渐得到了变化 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有趣的理论 宇宙并没有一个空间或时间的起点 这是基于哥白尼和卡普拉 在16世纪提出的日新说的发展而来的 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一位科学家能够完美的诠释时间到底是什么 有的人认为 时间就是生命 有的人认为 时间就是金钱 有的人认为 时间是一辆行驶在无边无际公路上的汽车 时间是一个永恒的难题 它的本质和价值一直是人类哲学和科学领域中的核心问题 我们需要从不同角度重新审视时间的本质和价值 探究时间在人的历史进程中的角色 以及人类在技术发展和生态环境危机中的关系 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 霍金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长久以来 人类由于科技水平有限 无法解释日识 越是等现象 于是很多人把他们归结于神学 最常见的维新主义哲学三大终极问题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 在古代 关于神话传说的故事有很多 中国有女娲造人的故事 西方国家有夏娃和亚当的故事 传说在很久以前 上帝创造了一个美丽的花园 叫做伊甸园 在伊甸园中 上帝创造了第一个男人和女人 他们分别叫做亚当和夏娃 在伊甸园中 他们无忧无虑地生活 上帝告诉他们 园中所有的果子都能够吃 只有枝上药树上面的果子不能够吃 亚当和夏娃一直都听从上帝的嘱咐 有一天恶魔来到了伊甸园 他变成一条蛇向夏娃说了话 于是夏娃吃了只善药树上面的果子 从此之后 他们有了知识 却不知道了罪恶和羞耻 上帝发现之后 非常生气 于是将他们赶出了伊甸园 并告诉他们将来要面对痛苦和艰辛的生活 如果按照这个传说故事来看的话 那么人类基本上都是夏娃和亚当的后代 不过这些都是神话故事 根本没有科学依据 目前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 人类起源于非洲 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 我们能够知道 地球上的生物都是由简单生物进化而来的 由最初的单细胞生物进化为多细胞生物 由多细胞生物进化为海洋生物 由海洋生物进化为两栖生物 由两栖生物进化为陆地生物 人类就是由陆地生物原类进化而来的 虽然现在科学家还在积极地研究生物的起源 但是霍金一直都相信 地球上的生物一定不是上帝创造的 毕竟宇宙万物都能够用科学来解释 宇宙能够自发形成 那么上帝的作用是什么呢 霍金的一生非常传奇 他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在2018年3月14日 霍金于是长辞 享年76岁 他临终前完成了最后一本书简明《宇宙》时 在书中他再次强调了对科学的信仰 宇宙的存在和发展都可以通过科学方式来解释 不需要上帝的介入 同时他也谈到了人类未来的发展和面对的威胁 比如说霍金告诫人类 不要轻易地联系外星人 要把握好人工智能的发展等等 对于人类发展来说 霍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此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补君 我们下期再见